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对法会的时空意义和历史意义没有真正的认识 之前提到一个reopen就是重启 这次在新加坡可能就感受到了 上次我们关闭的时候 就close的时候 恰恰是我们完成了清明节法会关闭的 给了我们时间完成了才关闭的 这一次很巧 我们因为要耽误节做法会 所以新加坡正面很巧 它就在这个礼拜五晚上之后 就是从礼拜六就开始reopen了 这都是一些巧妙 大家是觉得这个无所谓麻痹的 这个心态是麻痹的 没有重视 没有仔细地去思考 为什么这么巧妙啊 上次我们是做完了关闭 那这次是我们要做事了 它又开了 所以是那么实际上这都是天机 就是一个天人合一 人天合一的 那么展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一种智慧 并不是这个我们根据政府公布了什么 我们在做了什么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是什么 这是时空节点 我之前相关的场合我提到了这个reopen 那么这个 所以说我们在2024年整个的 新的reopen的这个场性是 开过二是主导在南龙这个地方 那么这次新加坡的这个reopen的这个时间节点 刚好是在5月初一 这个这两天 当午节这几天之前开启的 所以是大家要重视 那么要顺天应然 那么这次为什么这个安排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做大火供 做饭祭 那么实际上这个上次台湾做了以后 是有一定效果的 但是呢 还没有达到一个如意的效果 这就好像是这个 给我的感觉 就像一个人走沙漠里面没有水 很渴的一个感觉 那么就是饥渴 什么叫饥渴呢 就是发界的众生 急需更多的帮助 所以是他们有一种迫切的心情 要求这个赶紧给他们多供一些 那最近我们讲课提到这个身体 身体有一个内身还有一个外身 那身体的外身这个部分呢 就是包裹了山河大地和我们的这个身体连接在一起 都是我们的身体 那么山河大地里面的所有的众生 那么也是我们的外在身体 所以是当你修到一个时候 他们的这个迫切的需要 迫切的愿望 你能够结束得到 所以这次我安排在新加坡马来西亚 就是给这些饥渴的苦难众生 那么再做一次供养 那么就是也提出来这个我们要烧三万块钱的 新币的这个火供物 那么还有我们这个点灯 点灯之前是这个希望点到两千盏 那么最近开启了这个药师佛的这个修法之后 所以说我们决定增加这个一百盏 就是点到两千一百盏 那么点五天 那么这是源自于这个药师佛 这个做七灯供养 那么我们既然是开启了药师佛的这个施工厂 所以说我们就用七来做倍数 那么点灯两千一百盏 连续点五天 就是每天点两千这个一百盏 每天有两千一百盏灯在供养着 那么连续点五天是这个概念 所以说这个呢 现在很多骨干已经参与进来了 但是灯的数量少得可怜 就是大家还没有真正的重视 还有这次放法船 那么上次我们是这个参与放法船的同修都有特别的感受 放第一艘船的时候没觉得什么 第二艘船开始重 越往后放越感觉的那个法船沉甸甸的 那么这些就是因为这个法船 它是用了这个唐秘的一些仪轨 是我们的一个同修 他用了这个唐秘的仪轨 把一些密宗的一些这些咒语 五方佛的咒语都放在上面 那么同时又被我点了眼 所以说那么这个法船 它的这个效果是十分殊胜的 那么还有呢就是帮助更多的 上次我们是预计有三十万 实际现在已经快四十五万了 那么就是说从三十万到四十五万 这个因疫情而死难的众生 那么这个又多出十五万 所以是需要我们这个之前那些三十万 也并不是都超度走了 那么有一些复原薄的 还都留在空间中 所以是更多的这个 给我的这个绝手 外面的众生他渴望 就刚才说像一个口渴的人 急需要得到水一样 他急需要得到这些横死众生 这些六道的神明们 他急需要我们人类的 渴望着人类的帮助 所以这样的一个时空 我们借着一个时空才办这个事情 另外呢这个我们希望大家都动起来 那么送瘟疫 那么这个是天一节 五月初五天一节 丹雾节是天一节 那么我们领导着 引导着这个所有的众生回家 回到自己的真正的家 那个永恒的不灭的家 那么之前给大家讲 我们是这个来自这个光阴天的 我们的人类是来自光阴天的 我们在地球上流浪了这几十亿年 我们是应该回家看看的 那么除了知道我们的老家 是在光阴天之外 那么我们真正的永恒的那个家 就是长期光土 那么我们应该尽快的回归到 这个永恒的长期光土 去获得永生 不但我们要回去 我们还要引领着众生是吧 都回去 所以之前跟大家讲 我们这个五月初五是回家日 那么我们自己要回家 我们带着父母兄弟姐妹的神识 带着我们列祖列宗的神识 带着过去七世父母 和七世父母的列祖列宗的神识 那么我们共同回家 不但整个人类要回家 那么所有的众生 那么迷失了自己的本性 我们借着回家日 都觉醒他们回到各自的老家 那么病毒它不是属于这个地球的 它是后来才有的这个东西 所以它也有个老家 说我希望邀请你们大家一起来 我们送瘟疫 然后把温神把这个病毒送回他们的老家 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 所以是这次呢 这个耽误解的法会的意义呢 是十分重大的 我希望大家的心动起来 然后积极地起来 然后积极地起来 火热起来 为这个法界神明 为这个六道众生 为这个横死众生 为这个八难众生 还有这个 咱们这个六道中的所有的神明 那么我们的心火热起来 动起来 那么开好这个reopen 然后使接下去 我们人类和众生的灵性都觉醒 然后能够一起回家 所以说我真诚地邀请大家 积极地动起来 还有几天的时间 那么有一些这个老修们 喜欢最后一刻才动 这个因为咱的工作人员的 这个数量还是有限的 所以是尽量地把他们的工作量 疏解到这个每一天中间去 所以是大家想参与的 就尽快动起来 无论你多还是少 你想参与的 就不要等到最后的一个时刻 增加工作人员的这个工作量 都堆积在那 说赶紧动起来 参与起来 量力而行 我在这里替这个六道众生 还有六道这里面的所有的神明 替他们感谢大家了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